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我们想要去重新体验一下 是可以做到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我现在一直就想了 如何去为这个资本主义去 资本本身奠定一个符号学技术 这个符号学是在拉康义上的 是可以能够具有本体论意义 具有这个主体性的先线结构 加引号 就是欲望辩论法 能够为这个符号学所统设 然后这个符号学还可以去 就一个普范的一个通论 通用的一个符号学一个机制 去把握capital 把握所有的这个 不平等的关系 不仅仅是剥削 不仅仅是一形代统治 不仅仅是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工作 其实是也要等待着 像福塞尔这种人 我们这个时代就是 你要成为福塞尔就没办法 你得牺牲一定的伦理乐 但只有五本书 其实一年就可以读完 但读完了这五本书之后 我希望你能够快速的转向符号学 然后去了解快速的通过 再经由符号学 转向意识形态爱欲 还有这个人的就是还有辩证法 再重新复苏辩证法 然后再在在那个新的基础上 再去看待这个整个时代的一个宿命 我觉得这条理路是可以走的 而很多青年学者 我建议你去走这条理路 然后那过程当中就说 要不要像福塞尔一样 就完全拒视整个 比如说逻辑学的进步 二世纪逻辑学进步 数学的进步 福塞尔基本上无视的 那是不是要忽视这些东西 忽视科学的进步 忽视一些未来学 就是关于未来人类 后人类阶段的那种幻想想象 还有后现代主义 一些文学的时髦 还有这些东西 是不是全都通通拒视于外 我觉得这些选择权就在你自己身上了 就在你自己身上 就不在我身上 而且就是考虑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 为了生存 就是必须要牺牲很多的时间 给这个整个福塞尔的生产机制 再生产机制 剥削机制 没办法的 因为比如像我 我已经是还算聪明的人了 但是我每天能够挤出来的时间 就只有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这个样子 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人类啊 生物学以上人啊 能够就是说快点行动起来 无论是就是尤其是在思想上 自信上快点行动起来啊 这这么一个礼路 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是你不要那个太过于急躁的 就跳入什么拉康 我要去看拉康的什么研讨班 就不是要出于虚荣 就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啊 你知道吗 我觉得首先有一些遗产需要继承的 就是胡塞尔 海德格尔 黑格尔这遗产 都没有被正儿八经的好好继承呢 然后那个 呃 然后再是拉康 然后再是你自己 然后还有马克思对不对 这里面还有很多厉害的人物啊 还有这卢卡西 阿尔都塞 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这条理路走下来的话 你本人就会变得非常 嗯 就是说这条路是我预计投入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五年时间去学习这个东西 然后不停的分析市面上所有的意识形态 所有的这个呃 这个符号学产品 也会变得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流行文化和这个 大众就是 所有社会现象的一个一个评论者 那么这个工作的话 呃 啊 这个工作是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我们这一代理论家 我觉得是我们这代理论家不可或缺的 不可或缺的这个工作 当然这过程中你也可以吸收一些 踏山之尺可以公寓 你可以再去看看维时论啊 或者看看分析哲学 但是你会觉得那些东西实际上 并没有太多 他们落不到实处你知道吗 他们预设了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伦理姿态就已经是某种挺梦浪的 或者说挺不负责任的一种伦理姿态 落不到实处啊 啊 就是说我们最终要导向的是政治哲学 我们最终要导向的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还有整个这个世界运行的符号学机制啊 这共同体 维持共同体生存 维持人类生存的这个符号学机制 你要去探索这个东西 你就要有目的去这样做 我觉得 这种主观主义的这种一个个体的自信活动能力 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这个时候恰恰不要去相信什么分工论啊 我觉得这样的话算寿命 在五年青年状态靠你从差不多从三十岁 其实从二十五岁左右你的前置学说就是学习完毕 哲学史思想史科学史这些东西 还有文学史文化史这些东西 学习完毕吸收的海绵差不多挤满了 这个时候你开始往外面挤 然后去开始吸收这些真正精华性的这些东西 到三十岁左右 你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这个姿态 基本上是可以完备的 就是很强的一个理论家 然后你再去去去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上再去思考 这样才是我觉得才是负责任的 否则你的思维在我看来对于现代性 不会有有强力的一个批判啊 这是我提出的一个理路啊 那么 所以在这个理路上我还是相信现眼主体性的 因为现眼主体性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不可能性 impossibility 它既然是一种不可能性就值得值得一试 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 从辩论法或者从这个精神分析上来讲 现眼主体性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是一种现眼幻觉 就是形象上学假设 它撤回那个基地是你回溯性构造的一个fiction 但是呢 the truth is constructed as fiction 它是真理是以虚构的模式 虚构的形式被建构的 所以structure的不是constructed 就是structure结构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条路是值得一试的 这条路是值得一试的 然后我也会 平时我也会花时间去重新读现象学 我觉得我们现在直接切入这个资本论 为时过早 就是说你对于你 你时时刻刻会增后阅读法 你会看到马克思的大量的这个 大量的这个预设 或大量就不辨论的地方 或者说前现代的地方 或者说一种分类学 比较普着的一些地方 你会发现大量的马克思 老学者的那种传统烙印在他身上 但是这不妨碍他得出的最终的 比较智慧的高明的一些结论 但是他也限定了他的结论 这限定在对于一个资本运动模式的 一个描述上面 但是说要进一步再往 比如说后面的那些东西去讨论的话 现在的理论工具是不够的 那么这些理论工具从哪里拿 我觉得就是三大来源 现象学 特别是现象学 编证法 黑格尔辩证法 还有就是精神分析 拉康精神分析 我觉得这三个来源 三足是足够了 然后这三个来源 贯彻为一个有效的符号学 通过这门有效的符号学 去延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去延续对于资本主义 和对于整个 其他所有的符号系统 所有的意识形态 意识结构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去得到一个辩析 这样的话 才能够说是对这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或者说这个 整个不论是理智运动 还是现实的生命的运动 它的一个发展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那么这种人才的话 可以说是一 别说一个诗了 我觉得一百个诗 一千个诗都换不来的 这样的人才的话 但是这个是可以定向培养的 这是可以 然后是 但是这种思维 它过程当中一定是反复震荡的 一定是非常 就是 就是这条理路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是可以做到的 是可以做到的 好的 那就先讲到这 是可以做到的 是可以做到的